中场绍翔 卢森堡队主帅霍尔茨双膝跪地 1比0 球队历史上首次战胜爱尔兰 这场胜利 卢森堡人等得太久了 他们太久没有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中证明自己了 自从2008年9月10日 南非世界杯预前赛上 他们客场以2比1立刻瑞士之后 不论是市域赛还是欧域赛 13年来 他们再也没有尝过客场取胜的滋味 这一次 凭借着效力与乌克兰基辅迪纳摩队的罗德里格斯 在第84分钟时的进球 比赛结束后 疯狂庆祝的那支队伍 终于换成了他们自己 卢森堡向着世界杯发起的第21次冲击 有了一个美妙的开始 大家好我是老瞻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卢森堡的足球故事 历史就是这么的有趣 估计没有人会想到 中世纪时那座与修道院僧侣们交混而来的古老堡垒 会在今天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今天的卢森堡 虽然仅有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0亿万人口 但凭借着优异的地理位置和积极的外交政策 作用欧洲法院 欧洲投资银行 欧洲审计院 有着欧盟第三首都之称 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第二大投资信托中心 卢森堡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人均GDP常年高居世界首位 在这样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环境下 卢森堡人对文化层面的追求顺应增长 卢森堡人酷爱体育 在60万的人口当中 有超过10万人注册为一个 甚至多个体育项目联合会的成员 而足球则是受卢森堡人最为追捧的运动 事实上 卢森堡是世界上最早推广足球运动的国家之一 早在1906年 从英国留学回国的一位英语老师 建立了足球和网球俱乐部 后改名为埃什弗拉足球俱乐部 这便是卢森堡的第一家足球俱乐部 1908年 在出现了足够多的俱乐部之后 卢森堡足球总会正式成立 随即在1909年 卢森堡举办了第一届国家联赛 首个冠军奖杯由卢森堡竞赛队夺得 卢森堡国家联赛至今已经走过100多个年头 期间仅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共停办过5年 2018-19赛季 联赛霸主F91迪德朗日队 从资格赛中粗围 参加了当年的欧联杯 成为卢森堡第一支入围欧洲赛事正赛的球队 卢森堡国家队第一次亮相国际赛场 是在1911年的10月29日 他们在客场同法国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最终以1比4败北 三年后卢森堡人完成了复仇 在1914年的2月8日 主场以5比4战胜了法国队 获得了舰队以来的第一场胜利 从1920年到1952年 卢森堡曾六次参加奥运会的足球比赛 其中在1948年和1952年两次通过首轮 1948年伦敦奥运会 在英国布莱顿 卢森堡人以6比0战胜阿富汗 创造了球队历史最大比分的赢球记录 卢森堡是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预选赛次数最多的球队之一 但从来没能如愿进入正赛 最接近正赛的一次 是1964年的欧洲国家杯预选赛上 第一轮 卢森堡以两回合总比分3比2战胜了强敌荷兰队 在次回合主场2比1战胜荷兰队之后 一家荷兰媒体在新闻标题中写道 大卫卢森堡以2比1战胜了哥利亚荷兰 然而在下一轮与丹麦的比赛当中 卢森堡以总比分5比6不敌丹麦 错过了第一次晋级世界大赛正赛的机会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 卢森堡国家队一共参加了246场诗域赛和欧域赛 但只取得了总计14场比赛的胜利 而输掉了其中的217场 长期以来 卢森堡国家队的国际排名都在100名开外 2006年时 卢森堡国家队仅仅排名世界第195位 虽然如此 卢森堡在国际赛场上也不乏有亮眼的表现 其中最著名的 就当属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的一场比赛 卢森堡在客场0比0逼平了后来的世界冠军法国队 这也是自1914年以来 法国队队史上唯一一次没能击败卢森堡 2004年 卢森堡前国角保罗·菲利普当选为卢森堡组总主席 他以务实的态度发起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最基础的一项 就是推动国内球员的职业化 在此之前 卢森堡国家队成员大多是业余球员 但在菲利普的建议下 组总从国内挑选9到10岁的潜力球员 均在卢森堡组总进行训练和教育 而当球员到了16岁 便帮助他们联系邻国法国 比利时和德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让他们能够走出国门 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 用保罗·菲利普的话说 这样一来 我们的主教练就可以从各国的高水平联赛中 选拔职业球员进入国家队 比如本次试育赛的球员名单中 就有18名球员效率于海外联赛 包括球队队长 效率于比甲标准烈日队的 Lauren Jones 此外 卢森堡的国际排名 也从2006年的195名 达到过2018年的第82名 增幅超过100名 这也是非法历史上 增幅最快的球队 在刚刚结束的 卢森堡主场迎战葡萄牙队的比赛上 还是罗德里格斯在上半场时的进球 帮助球队领先 尽管C罗的球队最终没有重蹈爱尔兰的覆辙 但这场卢森堡主帅霍尔茨 执教球队的白场纪念上 的确又让人们闻到了 大卫斩杀哥利亚的味道 这也让我们相信 卢森堡这支球队 时刻准备着创造奇迹